大家好,我是DJ阿周 今天要為各位拍攝的這個影片很特別 看到這是政府在搶錢的一個工具 科技執法 設計在台南市戶農街 是說這樣亂的 最離譜的一個入口 設置一個科技執法 違規取締 道路設計錯誤 啊,卻用這種方式 讓這邊的車輛 最好笑的是一件事 就是要人家停 本來前面呢 還寫的慢 那現在完全停 那在地上呢 也沒有標示 寫要人家停下來 就設立一個陷阱 那人們呢 騎車開車到這條線 沒有停下來再往前走 幾乎每台車 都會 怎麼樣 被開滑單 小小的一條道路 跑得無煙髒氣 附近的居民呢 幾乎每個人都在罵 道路規劃錯誤 車輛 這麼多的車輛 不設計紅綠燈 理由是什麼 前面這條路 前面這條路 道路不夠寬 所以說不能設計 紅綠燈 笑死人 這就是我們的交通局規劃的道路 這個路口車輛 每到上下班 就是車輛一堆 車禍平船 但是他用科技直法 只是在搶錢 我個人認為是搶錢 如果你認為政府是搶錢的話 你麻煩留言 加一 麻煩你留言加一 最不合理的一個路口 這個路口 不設計成紅綠燈 對不對 一定堵車嘛 不堵才奇怪耶 這個路口在哪裡 在台南市的護龍街 他的拍照的地方在哪 在這個公寓彩券上頭 用個水銀燈幫你掩飾著 設在這裡 設一個停 科技直法 拍攝在前面 對著這個路口 地上這邊噴一個慢字 到底是要慢 還是要緊的 拍攝的時間我不寫 為什麼 因為每個人到這個路口 絕對都是 是違規的啊 我就不告訴你 我是何時拍的 期間幾分拍的 讓你也沒辦法取締 每台車到這邊 幾乎是顯像環燈 拜託 交通局 設定一個 紅綠燈好不好 不要用科技直法 挖個坑 陷阱讓人民跳下去 拜託拜託 我拍這支影片的日期時間 我不公告 如果因為影片當中被截取 你收到划單 你可以告開單的人 是偽造文書 因為他的日期時間 絕對是不正確的 這次影片 在這裡 看 我們 有請教導